Hello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大阪的苏苏 最近呢就是比较担心我儿子的教育问题 和大多的独生子女一样 我儿子呢有着很多小缺点 比如说就是玩耍的时候比较自私 什么玩具都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占有 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不怎么喜欢排队 我儿子你看那个 他就老是喜欢插队 而且我跟我老公说过这个事情 但是我老公说他这样乱插队 然后肯定会被生活毒打 我们家静仔发现自己插队这个事情是不对 他自己认识到之前 他说他是不会说他的 就让他自己被别人说 被生活毒打以后他自己就会变了 老师说我就做不到不管 一般我在我儿子就是很任性的时候 哪怕就是在他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我会当场指责他 就叫他不要去插队啊这个样子 或者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我老公就说当着其他孩子面说 我儿子就会有点不尊重我儿子 而且这些事情父母不但反复地说 孩子呢可能会有抵触情绪 就让我说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孩子呢有孩子的世界 他们虽然说很小 但是可能会自己说自己是会处理这个事情的 一个愿意忍 一个愿意任性 然后他们的这个平衡是好的 他其实觉得有无所谓 这个主要是人际交往的问题 而且儿子以后要长大 也不可能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 一直教他这样教他那样 我们只要就是在他 在他就是心情好的时候 就是提点养肌就可以了 平时的话就任他去 如果说他做得不够好以后 肯定他周围的人 包括他的朋友老师 还有其他小孩子的爸妈 肯定都会指责他的 就让他遭受这种生活的毒打就可以了 这种教育观念 其实跟我也是完全不一样 说实话我觉得我不太会教孩子 但是我老公也是个新手 所以说基本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种教育方面的事情 没有时候还挺纠结的 教订くださいよ 教订ください これ なら 行きますよ ネズミ ネズミ あれじゃない ブブー ネズミ ブブー これ ピンポーン イエーイ ママいつ怒ったの? うん いつ怒った? 朝の時 いい なんで怒ったの? 行った あよりま ハハハハハッ ハッ 片付け え? これで片付け? いや朝朝何 何のためにママ怒った? 言うて 自分で言ってみ ん? なんで怒ったのママ? シンに片付け 片付けへんかったやろ シンちゃんどっちが悪い? 何が悪かった? シンに悪かった シンに怒ったから 那ママに ママに何言った? 那見て見て Z I can get this one OK Decos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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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こに行くの? Dinosaur Dinosaur Made Each Elephant Dinosaurus Giraffe Pyre J girj Dinosaur トン Makes Decmo Decervo Decmo Decmo キャラクオマキ vital 我们家儿子吧 有时候看着他是挺孤单的 都是一个人玩 很多时候陪着他的都是一大堆玩具 然後都是自娱自乐 父母虽然说也在旁边 但是毕竟你体会不了他那种同心同趣 孩子分享自己的喜悦 或者是一起玩耍 他都还是跟同龄的孩子会好很多 有时候感觉吧 独生子女虽然独占了父母的爱 还有独占了所有的玩具 但反而换来的却是他们内心上的孤独 这些独生子女在父母年满以后 不仅要担起就是照顾父母的责任 连个兄弟姐妹就是商量的人都没有 想想也是觉得挺可怜的 所以呢我就希望把我儿子教得独立一些 听话一些 以后呢他长大了 也可以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但孩子的心呢 往往是脆弱又敏感的 像今天早上吧 我就由于他不肯收拾自己的玩具 然后骂了他一顿 之后他就哭得很伤心 还对我犯狠话说讨厌妈妈 但是在去幼稚园的路上 我就在车里面给他耐心的讲了很多大道理以后 他也哭着就是给我道歉 然后晚上回来呢 也开始就是自己收拾自己的玩具了 我感觉也不枉费 就是我教他一下 所以个人觉得呢 就是妇女的教育还是很重要 你要什么都让孩子去招生活 就是独打一下 在自己学习 我感觉这样也会就是给孩子内心造成不大不小的伤害吧 我感觉孩子他肯定还是 就是沟通方法还是很重要吧 也可能也是就是要相互尊重 可能我以前就是太凶他了 他反而不听我说话 然后昨天我好好的跟他说的 讲道理 他反而就是什么都会照做 他反而就是什么都会照做 我感觉很重要 我感觉他会照做 我感觉你们好 我感觉还不足 我感觉他们都会照过 你以前和我感觉 向正愿的 友谊 我感觉我感觉你 看看我感觉你 对他的心不受 你感觉